冰篮转换场馆 智能调控场馆温度 回收雨水进行绿化浇灌 成都大运会开幕在即 记者近日探访多座比赛场馆了解到 成都大运会场馆在诸多黑科技的加持下 将有力保障赛事顺利进行 同时做到绿色低碳 位于成都东安湖体育公园的多功能馆 是一座可容纳1.8万人的特大型甲级体育馆 拥有大约18000个座位 据介绍 除了体操比赛 这里还能承办篮球 冰球 羽毛球等16项体育赛事 和大型文艺表演 商业活动等 其中最亮眼的就是实现冰球与篮球比赛场地的转换 这个场地是做的一个玉霾的管道 从篮球场转到冰场的话 中间有一个制冰的过程 我们整个场馆的所有的看台区 包括场新区域 我们都有温感的一个探头 因为我们体操比赛是一个 对温度非常关注的这么一个比赛 需要恒温在23度到24度之间 那么我们相关的温感探头 就给我们的工作提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这种快速转换比赛场地的技术 似乎成了大运会部分比赛场馆的标配 承担大运会篮球决赛的 凤凰山体育公园冰篮球馆 同样可以快速实现冰篮转换 同时场馆内的温度令人舒适 其中不仅有球场中央上方的黑色圆管 是一个个高空的空调出风口 在观众座椅下方 每隔一段距离 还有一个空调出风口 十分隐蔽 下层看台是配备了一个 比较先进的一个伸缩座椅 这个座椅可以适应不同比赛的一个需求 所有的看台的下部 其实都设有空调的通风的风口 这样可以保证每一个观众 在观赛的时候 都有一个比较舒适的 一个室内环境和体验 视野范围内的一个黑色的一个墙面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的 这个牺牲的一个墙面 可以保证很好的 一个室内的一个声学的效果 在这里每一个点 都可以听到很高品质的这个声音 走进东安湖体育公园游泳跳水馆 泳池池水清澈 据介绍 游泳比赛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 为了保持水质稳定达标 在泳池下面设有三个过滤罐 每个过滤罐内 安装有260多根硅藻土过滤棒 用以吸附水中的杂质和灰尘等 每四个小时 就能实现对整个泳池水进行一次循环 在保证水质的前提下 节水效率也大大提升 我们的场馆首先是一个 对水质方面的话 我们是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水处理系统 它也可以远端的监测 它也是有一个专业的团队 来对水温一直24小时控制到 26到28摄氏度 整个场内的温度的一个控制 因为场内的温度必须要达到 28到30摄氏度 这样的一个恒温的一个控制 它是采取的全新风系统 我们采取的是全世界目前最精准的这样的一个计时计分系统 精确度可以达到万分之一秒 走进成都双流体育中心田径比赛场 绿油油的田径场草坪红色的跑道 与看台上的黄蓝座椅相互呼应 显得活力十足 在双流体育中心的另一侧 田径场的低碳元素也十分显眼 运送运动员的衣物呢 最早是使用这个平板摩托车 那摩托车又烧油噪音又比较大 我们就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 创新的采用了双向形式的一个电动平板车 就不用掉头 然后左右横向的去行驶 然后呢这样子最大化的提升这个运行效率 临时的一些设施设备 不能赛后利用的话 我们会采用零件的这种方式来进行一个达成 决赛比赛场的外侧是一个田径的训练场 训练场的内场呢 我们布置了79顶这样的帐篷 用于运动员的这个休息 还有这个热身 又好看 能够践行绿色低碳的这样的一个理念